大家好我是Mike 今天要做 不做翻新中國車啦 因為這個matrix之前也拍過一台 今天要買第二台matrix 想說就拍個vlog紀錄一下 那現在在 身後是樹林監理站 新北市的樹林監理站 然後 現在在等車主來 因為上禮拜六 晚上我去土城跟他看車 然後講好價錢就是三萬八 空車價三萬八 加稅景什麼大概五萬出頭半道好 當下我給他兩千塊定金啦 然後我們約一點嘛 現在一點十分了還沒看到人 坦白講有點怕怕 應該不至於 吞了兩千塊吧 那現在在等他來 才剛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是說 在路上啦 他說再兩分鐘就到了 看一下今天會不會被 吞兩千塊的定金 應該不至於吧 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 好我們剛回到店裡面 然後現在看一下 車子 會選這台就是因為外觀很好看 前車主有重新烤漆過 所以說 沒有太大的凹陷 當然還是有一些使用痕跡 大概這樣子 現在呢 我 之前講過嘛 我都會先開車去監理站 把新的車開回來 所以現在我要去做 Uber 我做Uber要去樹林監理站 保原本的車開回來 等開回來以後 因為今天裡面比較忙一點 那等我開回來 我再稍微 帶大家看一下 這台車 剛買回來的一個現況 好 車子買回來隔天 我們現在看一下 剛買回來的狀況 一樣啊 就是外觀 都OK 蠻漂亮的 這個車漆還會亮 都還沒泡光喔 外觀不錯 然後鋁圈改過 這樣鋁圈就沒有那個 中心蓋的問題 打開看內裝 這個皮椅 有破嘛 堪用 可是歪歪啊 不好看 所以我們打算去 沙漏市場 挑一套全車的皮椅 比較好看一點的 這種是最麻煩 就是要破不破的 白白的就是磨損 可是又沒有完全破 看一下 像這樣子 很光滑然後均裂白白的 龜殼花那種感覺很難看 我記得這個安全帶 這要換掉了 這個就直接換就不用洗了 直接換掉 那一換的話 因為我們都是彩色的 黃色橘色綠色藍色之類的 所以一換就是換前面兩個 安全帶不用洗 然後地墊 前一手車 車主注重一些小細節 所以說他的 地墊是有換過的 方向盤一樣啊 這台車的方向盤 都很容易 耗損 我們就是重新包一個 再來看 儀表台 這有貼黑色的膠帶貼 這邊也有 貼了三個 我們就把他撕掉 然後我們再開去 上順 請他檢查一下 哪些東西 是需要更換的 底盤的部分 沒有可能去上勤啦 去看一下他的一些 因為現在開起來 摳摳摳摳的 那看是什麼連桿 還是什麼 先去檢查一下 應該花 不會太多啦 就大概抓一萬 出頭整理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安卓機 我們一定會 裝安卓機 跟電子後照鏡 然後倒車雷達 他是好的 所以就 這台不用加裝 還有一個問題是 他的轉速表 會直接 插備 一啟動就直接插備 那就比較沒差啦 反正我們裝一個 抬頭顯示器 也不太會需要看轉速啦 自排車有什麼好看轉速的 前車主有抽煙啦 所以現在是有一點點 悶臭味 那就是靠我們的 內裝拆洗 全部拆起來 地毯清一次 上面這邊 天蓬 跑個蒸氣 然後打個臭氧 大概就這樣 Vlog稍微記錄一下 沒有太琢磨於 這種細節 因為這個matrix 我們之前也拍過了 可能會買第三台matrix 我昨天也買了一台 Solio 所以Solio之後會放在 翻新中古車的影片裡面 那這matrix 我們已經拍過的 就不會再另外再拍 翻新中古車 我們就是拍個Vlog稍微記錄一下 就是我又買了一台matrix 大概就這樣 MÜZİ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我們來看這個底盤到底是哪邊在 氣氣口口的 好,我們先看傳動軸,好乾的 哎呀,方向機濕濕的捏 機油這邊濕濕的 可能是沒鑽緊而已,然後 機油孔這邊 這邊有一點機油 也是濕濕的 這邊是哪裡濕的,變速箱油底殼 變速箱油底殼濕濕的 轉動軸,這邊乾的 這邊濕濕的 看什麼避震氣力要嗆 引擎腳是一定要換的,感覺比較明顯 煞車碟盤你們看不到 這邊看是 還OK 碟盤 碟盤持勾 一隻的很 碟盤跟砂摯皮都是好的 九成星 雷亞恰應該不用買了 直接去雲哥那邊叫他處理 這邊破掉了,三腳架 這個地方破掉了 這邊的 三腳架,差不多啊 開三十幾彎 方向機 方向機 方向機漏油 從那種好的 好,看一下後面 後面避震器有聲音啦 後面就是 避震器換掉 這個應該好換吧 這個好換啊 這個 我自己換都可以換啊 後面還是這樣子 多連桿耶 高級的耶 好,就大概引擎腳 三腳架 剩下的我們去雲哥那邊 找他 判斷跟幫忙處理 他是肉油嗎 對啦 其實肉油 難怪他今天轉起來怪怪的 他在開的時候 車身會自然 向左邊偏 跟這個 這裡都列了 然後這個尖隙很大 然後這個尖隙很大 這個尖隙很大 這個尖隙很大 這台也跑了三十四萬了 泡台應該都差不多了 整組都掛了 那現在要幫他檢測什麼 引擎燈嗎 他手煞車燈也會一直亮著 ABS也是 引擎燈都是亮著 這台中控手好像也有問題 不會連動 ABS進不去 進不去喔 進不去,可能是電腦 電腦壞掉了 現在這一隻是 剛剛換的引擎掉 對,都燉掉了 哇 他剛剛換那一顆是什麼 掉了 他車子會抖 主要是因為這個 對啦 歹速的時候 翻車反而會很暴 非常的抖 新的引擎 所以我們是已經沒有牙了 會掉了 沒有牙而已 所以這樣算乾淨 髒了 這一根是 這樣嗎 脫離了 他這種引擎腳都可以撐多久 就沒有一定 要看用車習慣 那個器具是量厚度還是什麼 對嗎 這樣 量它的那個傾腳 喔傾腳 它有沒有歪掉 沒有 那只看你現在是 車度到哪裡 你家裝回去的時候 就到一樣的車子 喔 那才不會差太多 那這種避震器 是時間到就要換 還是里程到就要換 這個也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 看 跟使用狀況不一樣 蠻黑的齁 這個很誇張 哪一個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防情感的橡皮 它整個在晃 這個 橡皮 雙脫了 沒有這橡皮好像不是這個車用的 不然怎麼可能那麼少 這是新的 這個就是這台車的 對 這個孔 很明顯的大小 孔徑不一樣 這個就是 已經被撐大了 所以才那麼爽 喔 這個很常聽到呢 它什麼功能 就是連接 避震器跟那個 黃金板 喔 這個就是 變霧箱的濾網 它這個會漏油 是因為它破掉 漏油是它 方向機本身在漏油 喔 它那個方向機漏油有救了 一般都是整隻換掉 整隻喔 很貴喔 一起來的人 一萬多塊吧 那個有人在整群耶 變速箱油 它如果一般CVT變速的 還會需要這個嗎 CVT變速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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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idi CVT быть CVT變速箱油 CVT拍 Dea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在中和那邊沒有檢查到 這來令片已經非常薄了 然後疊盤 疊盤是還蠻漂亮的 一點點勾 煞車皮有點誇張 這太薄了 這一定要換掉 然後今天來上順 來處理一下上次沒處理完的東西 上次處理東西太多了 這次我們主要就是方向機 方向機我們要換掉 然後ABS要查前後含氧感濕器 後面的我換好了 前面的我料有袋給他們換 然後中控所 中控所要換 都沒有連動 老闆在忙 等一下看他狀況怎麼樣 我們現在要開Solio去換Matrix回來 這兩台車幾乎是同一天買的 Solio也是引擎腳 然後出這個巷子 下面聲音很多 然後震動也很大 這車我們買4萬多 所以說便宜 我們就花一些錢把底盤整理一下 看花個1萬2萬3萬 都不嫌多 因為這個車就是 再怎麼弄都是10萬以內 然後還有變速箱的油底殼 變速箱濾網 等一下都一起換 上次老闆在忙嘛 所以就 所以就沒有時間在旁邊跟拍 那今天就是去看一下 結果怎麼樣 看要花多少錢 燈號真的全部消失了 全消失 謝謝 掰掰 感覺還不錯喔 底盤很扎實 等一下要去 要做個定位 這個右前輪 右前輪我看有點變形啊 所以 低速的時候會有轟轟轟的聲音 這個部分我們去換個輪胎 我們等一下去輪胎行看一下 我們現在極風輪胎齁 最後一站 殺輕了殺輕了 這最後一站了齁 我們看一下 後面避震器 新的 房型桿的橡皮 最近很嚴重的地方換好了 然後前面 煞車我們也換新的煞車皮 然後疊盤 疊盤很輕不用換 然後三腳架 三腳架新的 方向機 合上頭 新的 方向機也換整理的 然後前面避震器我們保留沒有換 因為沒有什麼異狀我們就沒有換了 今天來這個疾風輪胎就是要做 這個輪胎的更換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的輪胎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還沒拆的輪胎 其實很漂亮 這個胎紋 胎溝都蠻深的 然後製造日期 這是2021年 很新很新的輪胎 底盤建之前就是一堆鬆脫 所以導致它的輪胎就變形了 很可惜非常可惜 先摸起來 你去看我很久以前的影片都有介紹 輪胎變形跳花 你要去用手摸 摸這個 弧度 就可以感受到它的一個波浪 感受到波浪是一個小問題 你看120公里內 應該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我們不是要帶車 它就是一個代步車 可是它的低速的時候會有一個噪音 噪音的話就會有影響 因為我們是代步車嘛 我們借客人 客人會覺得說你這個車怎麼 在市區開的時候轟轟轟的 那現在就是來做輪胎更換 然後定位 一定要定位 因為我們把 底盤很多東西都換了 所以就要做一個 定位 定位之前我們就 先把四個輪胎都換掉 蠻可惜的 可是 為什麼會換呢 因為疾風這邊有二手胎 二手胎我剛看一下 非常漂亮 跟新的一樣 然後四條的價錢 很漂亮 我不知道能不能講 我就先不講好了 四條價錢很便宜 你們如果需要換二手胎 可以來這邊做 參觀選購好不好 因為這是 個人需求啦 你如果像這種車 我可能一台車 十萬 五台車就五十萬 那我如果每台車都要去裝新的輪胎 就會很花成本 所以說 如果有 像樣的二手胎 我覺得也不是不能裝 有像樣的二手胎還是可以裝 我們看一下二手胎的 一些外貌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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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水 男生 超級鬼 我看 我對 梅 可以 好 好OK我們離開疾風輪胎 然後定位跟輪胎都換好了 非常快 如果有需要二手輪胎就 可以來這邊參考一下 他們的貨應該蠻齊全的 尤其這種是主流代步車的輪胎型號 應該不會缺啦 現在就是 開起來真的不錯 都忘記這台車里程有32萬 安卓機 電子後照鏡 真皮方向盤 再加上綿密的底盤 這台車我覺得 95分了已經95分了 然後裡面氣味 也處理得很乾淨 現在絕對不會有煙味 等一下我們再去 拍一些 最後的畫面 這集就大概先到這邊 換下來的方向機 滿滿都是漏油 這個要還人家的 這個方向機都是交換鍵 一換一的 好就先這樣 我們就等 等我們第三台Metris 好不好 我們等第三台Metris再見 拜拜 機械堂專業電動工具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蝦皮購物 天天出貨 天天免運 安全代表 錄 不管 失家 職人 電動工具 雷 職人 家 瘋 職人 充